台湾之美不只是因为美食和美景 也因为这些美丽而温馨的角落 今天晚报蜂蜜故事 我们来看在有一位富人呢 在台北捷运新炉线上的 当时不知道什么事情 她非常的伤心 不断的流眼泪 身旁的几位乘客不认识她 但是大家呢 都在关心她 安慰她 网友拍下照片之后 放在脸书 大家太感动了 引发了热烈回响 有将近三万人按赞 22号在台北捷运新炉线上 有一位富人就是这样 坐在位置上不停的哭泣 由于她哭得太伤心 许多乘客都来关心她 而且还拿面纸让她擦眼泪 画面中哭泣富人身边的女子 还温柔的轻拍她的背安慰她 站在前方的黄衣女子 也频频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这些关心令人感动 我觉得就可以感觉到 就人民的关心 其实就是还是很多人很善良 当时也在车厢内的网友 把照片泼上脸书 就吸引将近三万人按赞跟分享 他们说台湾是温馨善良 充满爱的地方 这位网友还说 当时这位妈妈不停掉眼泪 双手不停战斗 实在令人担心 把照片泼上网的网友 还按对讲机 等到台北捷运人员来之后 她才安心离开 素不相识的几位陌生人 毫无保留的关心 让人深刻感受 台湾人的温暖与热情 中天新闻蔡飞 李宏杰台北采访报道 李宏杰台北采访报道